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为大家提供一些免费好用的科技分享的东西 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从此不再迷路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超级实用的小软件 它可以监控CPU 可以监控内存 可以监控网速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一个就是了 就是我现在电脑屏幕右下角在用的 我现在把它放大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功能其实非常强大的 那么这一块是它在主屏幕上的一个显示 下面这一个是在任务栏上的一个显示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上传的一个速率 下载的一个网速速率显示 这边有一个CPU使用率的一个显示 这边有一个CPU的温度的一个显示 那么这边有一个内存使用率的一个显示 它的功能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是它可以这个更换皮肤 更换这个字体颜色各方面 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那么它的功能来讲的话 它最主要的就是显示CPU的温度 那CPU的使用率和这内存的占用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显示当全实时网络的一个传输速率 那这两个呢 其实是它主要的一个功能 那么到今天为止 它是最好用最好用的 就是所有类似软件当中最好用的软件 没有之一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安装使用的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要分两部分 一个是这个软件的安装使用 第二个来讲的话 很多人安装的时候出现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 我也会在第二部分来讲解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软件的名字 它叫Traffic Monitor Traffic Monitor 那么目前已经是到了1.83的一个最新版本 那么大家下载的话很简单 就在这边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下载网址 包括这个下载的文件 我都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用一个链接 作为一个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那么怎么下载就不用说了 我已经下载过的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下载安装以后 它是怎么使用的 大家看一下我的电脑右下角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来讲的话是已经安装好的 那么它怎么设置怎么用呢 那这个是屏幕上的一个一部分 这一边是任务栏的一部分 这一个东西可以 电脑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放的 这里可以设置的 那么点右键的话 这边有很多选项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选项 可以在任务栏 主窗口 包括锁定窗口位置 包括其他功能的这些东西 包括选项 大家看一下这个选项 选项来讲的话 它分几部分 这个是主窗口的设置 包括字体大小 字体颜色 文本颜色 包含这个网速的简介模式 要不要制定了各方面的 那么任务栏窗口显示的也是 这个字体大小 背景要不要透明 包括这个网速的简介模式 然后数值和单位用要不要分开 这些东西 最主要的是这个显示设置这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包括那个网速的上传下载 CPU的利用率 包括这个内存的利用率 CPU温度 然后总网速 CPU频率这些东西 你需要哪一个呢 你就点击哪一个 点了哪一个呢 它就会显示哪一个 很方便的 那么这个常规设置里面呢 也是一样的啊 包括启动的时候 要不要检查更新啊 开机要不要自动运行啊 这些东西 那监控硬件的CPU啊 显卡呀 硬盘主板啊 你需要哪一个 就点哪一个 然后这一边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超线的报警的一个功能 就是内存利用率达到多少报警 CPU温度达到多少 它会报警给你啊 这个非常方便的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软件 非常非常好用 那这一边也是一样啊 这一边右键点开来讲的话呢 这边也是就是刚才那一些那个选项 那么这个软件非常好用 那么这个软件非常好用 又非常强大 它占用的内存也非常非常小 但是第二部分来讲的话啊 就是刚才我讲的 有很多小伙伴在安装的时候呢 会出现问题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说找不到这个什么DLL的啊 不止这一个啊 有好几个DLL的一个文件 无法继续啊 装配就会出现问题 装配就会出现问题 那么这个原因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因为Traffic Monitor 它依赖于这个C++的运行环境 那如果程序启动时 其实找不到这些东西啊 那么就我们必须要点击这个链接 下载这个C++的运行环境 那么这个C++怎么下载呢 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这个下载的网址啊 就是在这边啊 这个网址等一下我也会放在这个下面 包括这个C++下载的文件啊 我都会放在下面 一个链接做一个分享 那么下载这一个C++的版本 那一般下载这个也可以 下载这个也可以 看你的电脑是哪一个可以用啊 下载安装以后呢 那么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个软件 安装并且使用啊 它的设置很简单的 大家自己可以 稍微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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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